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 俗女家務事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每天不是都要出門 那有一些人就好像八字有寫著 有一些人很奇怪 走出門就好像身上揹炸彈一樣 動不動要跟人家起衝突 所以今天是要來幫大家 看到底可不可以出門 就是來聊聊看 在路上大家遇到什麼 光怪陸禮的現象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有律師 在現場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遇到這種奇怪的狀況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幫自己 爭一些權利 沒錯 然後我們也有小谷 帥哥 交通警察在這邊 對 他可以來幫我們評評理 好 不過在我們討論 我們遇到什麼樣炸彈之前 要先恭喜秀卿姐 怎麼了 秀卿姐發新專輯了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你看 今天的人多和善 對 就 就明明心裡面那樣想還是鼓掌 請你真是我 對 真是我 真是我 請你真是我 差那麼多 請問 怎麼差那麼多 菁琴妳在講英文嗎 沒有啦 妳說演技嗎 我現在在學台語啦 你看 大家又可以欣賞到這個 秀卿姐好聽的歌聲 還有歌聽秀 大家要去看 對啊 真的妳好忙喔 有 我們最近在五月份會有 在高雄有演唱會 大型的演唱會 對 是 現在已經票已經秒殺了 真的 你們要買可能 那妳要不要再加一場給我們啊 有兩場啊 然後呢 這兩場 很難買得到就不用說嗎 對啊 就是你們如果求我的話 求 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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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我們這兩場演唱會啊 是 很詭異的就是呢 我是主持人 蛤 然後 大家現在斜槓成這樣 就對了是不是 妳也要唱啊 妳這麼會唱 可是我覺得光是秀卿姐 搭彩华姐 這組合一定是非常精采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對 大賣 大賣喔 秀卿姐 剛剛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們在生活上 常常會不小心就遇到炸彈 我們首先要來討論的 第一個狀況就是說 妳可能走在路上喔 就突然引火上升 對 我很喜歡在這個 台北市的街道走來走去 前幾年好像某一任的市長 把騎樓全部都整平了嘛 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麻煩也就來了 因為呢 妳騎樓一旦好走 就會有很多很討厭的傢伙 尤其騎著那個U-Bike 然後就開始在騎樓裡面 恨行霸道的 因為它可能逆向嘛 對不對 它不是順向 它就順勢騎到這個騎樓上 就完全跟人家 方向不同就算了 而且呢 它還一直叮叮叮叮這樣子 鑰人家 我有一次呢 就是在這個 忠孝東路五段的時候 也是我牽著有小朋友 走在那個騎樓下 我遠遠的就聽到 後面應該有一台腳踏車來 因為它很遠就一直在 鑰得很急促 妳是怎麼樣 是有多感激感 她想說這先生 是有重停是不是 對啊 我就是假裝沒聽到 而且呢 我還故意這樣子 走路就是 有點左 你在那邊挑鋼 沒有辦法超車 他也不能預測 你到底要哪一邊 沒錯 後來呢 他大概 我們家大概僵持了幾公尺 可能十來公尺左右 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空檔 超車超過來了 對 超過去之後呢 他就 車停在我前面 然後就罵我 開口 一個三十幾歲的一個男生 就開口大罵我 他說 他說 我說 你是不是大家有沒有必要這樣子 第一次見面 就用他擦的問候我對不對 我當然馬上就回頭說 你不知道騎樓不能夠騎車 他大概沒有想到說我會 因為我牽個孩子 他想說 對啊 滿好欺負的 他沒想到我會這樣回擊他 他有點傻了 傻了之後 他就開始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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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髒話就罵出來了 那我當然不甘失落 雖然我是主持兒童節目的 我髒話也說 略懂 略懂 你知道嗎 我就 就 豬連炮的 連豬炮的這樣子罵出去 罵出去之後 然後我們兩個就開始要吵起來 我就說 我跟你講不要囉嗦了 騎樓就是不能夠騎車 不信我們打電話叫警察 他說好啊 來啊 叫啊 就開始兩個互相叫嚣 我電話拿起來 播一一一 播完之後 才接通 一人就走 他就逃走了 突然有急事就對了 對啊 然後反正就是都會嗆聲 俗辣 先生 就是你 那個俗辣 我打電話報警就逃走 現在還想要自暴營炸彈是不是 不是 這種東西你不覺得很氣嗎 騎樓真的是不能騎自行車的 其實我們常常接到很多民眾這樣來電 可是我們每次到現場的時候 人都不見了 對 因為他們可能當下情緒的 就像螢火自焚 就是情緒的 發洩之後 人就不見了 有那麼嚴重也到自焚了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以核為貴啦 對啊 那請問一下劉律師 因為像小兵這種狀況啊 如果刻意去堵人家 我們講的是像他剛才說 左閃右閃 讓人家好像不能接 又或者是說突然在 人家快過來突然就不動了 類似這樣 你明明知道人家接近 然後刻意不動 對 我們法律上有人被告過 叫強制罪 他是不是被告 我不知道 我後面有沒有長眼睛 我怎麼讓他接近過來 小兵現在都講不知道 但當時候其實都知道 對 我們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那當然我覺得最好是不要 因為有可能後面真的 給你撞上去 而且他剛好還在節目上 公然搶下人家現在可以告他 過了法律追訴期了 過了追訴期了 OK 那就好 所以還是小心啦 我覺得大家還是禮貌 雖然在路上有很多這種 擦肩而過的事情 小兵的行為 人家是那個車去憋車的 他是人在跟人家憋人的 那我想問一下 所以正確的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到騎樓 我真的找不到那個 自行車可以走的 那我是用簽的嗎 在騎樓的話 我們自行車就不能騎上去 假設你真的不小心 可能省時 或者外面真的下雨的話 那還是建議離浪行人 台北現在其實騎 腳踏車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對不對 所以會不會有遇到 相關的問題 我之前遇到的是一個 就是我停紅燈 我就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人這樣 嘿 翔哥 這樣我就這樣 嘿 熊熊這樣子 然後我就嚇到 因為很大聲 然後我就回頭看 因為正常的樣子 這樣子的打招呼方式 你會覺得 會嚇得很熟 然後我看到他 我想說 他是誰 然後我就想了很久 他說白癡喔 他又再打了我一下 然後他說 我後來就真的人不做 我說對不起 我說你是 他就說 我的天啊 完了 妳之前 妳之前有一場活動 我有去 然後我才發現 對 我才發現他是粉絲 因為我當時一直以為他是朋友 然後我就說 謝謝妳有來我的活動這樣 他就說 我這樣就報警 我很抱歉 對 我就說 但是他當下講這句話 雖然有點中肯 當時因為那時候 我剛出到的 對 我剛出到這個時候 確實男粉比較多 有點中肯 但是我還是有點生氣 我想說 我就真的不記得 妳幹嘛 他就說 愧我那麼喜歡妳 他說爛死了 然後說我回去 要把妳的那個粉專跟IG 全部都退出一種 我要叫我的朋友 都不要喜歡妳 對 他說你們一員就是這樣 根本就不親和 像那個誰 我之前喜歡那個誰 人家他們都會記得我什麼的 有規定一定要記得他們嗎 不是 那我兩邊都是阻的 然後我就被他在那邊審判 你知道嗎 有時候就是路人覺得 就是剛剛 他就感覺跟妳很熟 對 跟妳很熟 那我呢 就喜歡跟路人麻吉 對 我有一天 我們做工地秀 然後因為工地秀 那個年代都搭飛機 然後都會有對方來接我們 對 然後有一個男的 他就這樣 好精采喔 真的 感覺跟妳很熟 然後我立馬就跑過去說 大哥 這麼久沒看的耶 你記得 對 我說大哥 這麼久沒看 然後他就這樣看 我說 他說你不是來接外號嗎 沒有耶 我是來接我的母子 沒有 你這樣中邪喔 你叫得那麼清楚 太輕了 太輕了 是在叫的嗎 對 我很尷尬你知道嗎 真的 講到這個 就有一次我在台中 結果就有一票的粉絲 就衝過來 然後都是男生 小男生喔 好開心喔 對 你知道嗎 我的辣妹駕到就很紅 那些最近就是那些大學生 你看 我們小谷一直點點 小谷一直點 是不是 妳也很喜歡 妳是全國都有點嗎 不是 我剛剛說 辣妹駕到的話馬上這樣 馬上這樣對不對 對 然後 然後就是那些小男生啊 大概有十幾個吧 很瘋狂 然後就一直 追你喔 沒有 就過來 就其中有一個啊 就這樣搭我的肩 然後我就 呼呼了一下 快去的小鮮肉 開心 就這樣 你知道今天什麼日子嗎 對 他想要有點特別 尤其他人說 拜五天就很少 對 今天禮拜五 真的 我覺得他很有梗耶 很可愛 你這樣應該下次會記得他囉 但是如果太受歡迎 是會困擾是不是 其實也不是太受歡迎 但是我只是 太漂亮了 那時候都是小時候 對 那天那時候我還跟同學 然後也是一樣高中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都會去逛街嘛 逛什麼新絕江啊 這一類的地方 然後就突然啊 就是有一個男生喔 莫名其妙 他就是從後面喔 他就是這樣 譬如說妳在走路嘛 他就這樣子過來 他還跟妳 獅子交扣 這可以報警吧 然後我 帥嗎 不是 他技術要很好耶 對 沒有他可能看了很久 四季而懂 因為妳就是走路 他就過去 然後就是 跟妳獅子緊扣這樣 然後我當下真的是嚇傻 然後又好生氣 我說妳到底在幹嘛 然後他又講說 妳不要離開我 妳為什麼要離開我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 妳把他甩了 其實他是 路人 路人不認識的人 完全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的人 遇到瘋子 真的是遇到瘋子 然後我趕快就甩掉嘛 然後甩掉之後 一樣就是邊跑 然後他也是邊叫 說妳不要離開我 然後我們趕快就看到前面 就是有那種素食店 然後人比較多的那種 我們就趕快進去 然後我就是進去 裡面就是一直洗手 我覺得我洗了大概半小時 然後洗到我的手都皺掉 都快破皮 而且內心真的都有陰影耶 真的會怕耶 我女兒昨天才跟我講說 她下課 然後要走去台北車站的路上 然後就有一個 那個二十幾歲的人 她突然衝過來講說 妹妹 可以跟你換個電話嗎 然後 對 就直接說要換電話 然後我女兒他們就說 不行 然後她就 直接罵髒話 就罵髒話 真的假的 但是小孩會覺得非常可怕 她覺得說 剛剛發生什麼事 然後她又沒有一直走 然後那個男生 還一直跟在後面 所以她昨天下課說 媽媽妳可不可以帶我 去買房廊噴霧 然後我說那不然 我們現在找不到房廊噴霧 先用髮膠噴霧 她定時 她就換到眼睛也很痛 這路上真的有一些 可能是算 應該是有一點 精神疾病的人 在路上真的都會 做一些很可怕的事 對啊 我前陣子就遇到 我會去公園跑步 運動 然後突然 天啊 有一個男的喔 就迎面而來 就是衝著我來 那種感覺 她的眼神就是要衝 一直要衝著妳來 直勾勾的 對 然後我就看她的 她的手插在她的口袋 我想說跑步就跑步 為什麼 跑步有人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一直看著我 我這樣子 我嚇死了 我想說妳有夠漂亮 她在邊跑到寫起色情 我們是不懂男生的構造 是不是跑步跑跑 需要喬還是要怎麼樣 不是 跑步跑位嗎 不是 照理人家講 是因為她的 她一直在盯著我 好高 一直看著我 然後我嚇死了 因為我第一次 我小時候有遇到過一次 是嗎 對 我嚇死了 那一次我才六歲 對 然後就曾經被 那真的會有陰影 有一個 一個伯伯 在一個鄉間小路 因為我們住鄉下 就後面一直追我 我嚇死了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平常可能跑步要跑 一個小時 那一天跑十分鐘 好快 就好強 那伯伯體力也不錯 還能追妳 可是我想 我看到那樣我就 就有心理準備 我想說 萬一她等一下 要幹嘛 就把我撲倒 在田裡面 我要怎麼散 因為如果 小虎 小虎這樣 小虎這樣 我 她 是啊 你看像 剛剛大家這樣分享 其實滿常會在路上 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我們該怎麼辦 就像跑到麥當勞也是 我們一定建議去跑到人多的地方 那今天假裝真的在河濱公園 比較昏暗的時候 有幾種 要不要比如說 你可以打電 假裝打電話 馬上 要有那個 讓別人周遭注意到你 你可以大聲地說 你要做什麼 你現在在跟誰講電話 你等一下要去哪裡 讓人家有警覺心 小虎 我想請問一下 就說前幾天 我才在跟小孩在討論 現在如果說 他們遇到這種緊急狀況的話 是不是可以進便利店 便利店有義務協助嗎 可以 沒有義務協助 但是起碼它明亮 你們可以請求 因為現在超商 他們都可以幫你 我們會緊張 被醉到裡面的人會緊張 但是你的朋友或者店員 他們其實看多了 就知道 你是有狀況的 他們可能 不會那麼明確地跟你們說 你後面是不是有人 說你看你的眼神就知道 可能用自己的電話 或者是超商的電話 來幫你打110求助 那基本上我們看到這種 類型的就會馬上到現場 來做處理了 有 當下我馬上就叫路人 你說那一個在燒該兵的人 對 我就趕快找路人說 他好可怕 我趕快 他在幹嘛 對 然後他就 那路人就要扁他 說 你在幹嘛 他說 對 我是要拿手機 還要跟你打算 我不是小人 偷手機 可以偷這麼久 太緊張了 因為他怕我跑掉 所以他就越緊張 然後就 想說 沒想到秀卿姐 這個肺活量那麼好 也跑這麼快 就一緊張就拿更久這樣 對啊 嚇死寶寶 那後來有跟他合拍嗎 有啊 現在其實因為疫情 很多人我們外出 一定要戴口罩對不對 對啊 那如果你戴了口罩 看到別人沒戴口罩 你會怎麼辦 離他遠一點 好 就很多熱心的民眾 會去提醒他戴口罩 那就會遇到這種問題了 你提醒他戴口罩 他就告訴你 我就跟他出門而已 等一下就到他時候要掛 可能就不理你 或甚至還對你 惡言相向 對 就是你少管閒事 然後我們就遇到 一個很熱心的民眾 他就覺得說 我提醒你戴口罩 你還不戴 對啊 那我乾脆這樣好了 他就拿起了酒精 直接往那個人臉上噴 當然不行啦 這一定不行的啊 他就說我幫你消毒 太扯了 那是條鋼耶 對 因為兩個就 已經不開心了 那這個被噴 酒精的怎麼辦 衝過去要打他啊 當然啦 所以就會看到 一個戴口罩開始跑 一個沒戴口罩在後面追 那是應該是先出手的人 錯 還是先噴酒精而已 其實兩個都錯 第一個就是你提醒他 他如果不願意 你可以去檢舉 可以去開刀 對 但是你朝人家噴酒精 如果還噴到眼睛 那也是受傷 好 那這是一種狀況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 第二種狀況 就是說 我們其實常常在 搭大眾運輸工具的時候 也會惹火上陣 大眾運輸工具太容易了 因為遇到更多人 就比如說我們 我們只是胖了點 居然就讓座給我們 是什麼意思 對 要生氣 對 所以你們遇到的狀況是什麼 我其實我不是 坐大眾交通工具 我是坐計程車 可是因為我 坐計程車 我之前都是用轎車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地方 可能你轎車它不好停 你就只能坐 它那邊的排班司機 或者是路邊攔車 那我那時候 就坐上一台計程車 我就跟它 因為我其實是路次 因為我不會開車 所以我不知道路 所以通常都是比如說 朋友跟我講地址 我就會上車跟司機說 我要去中校東路四段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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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司機就可能 如果他知道路的 那種老司機 他就會直接開到 那不知道他們可能 就會打上Google 然後那司機 我就跟他講完之後 他就說 怎麼走 他就問了我一進去 而且是很兇 他說 要怎麼走 我說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那個地址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啊 他會問你是因為 有的人很堅持 有一定要走哪一條路 所以我當下 我還是很禮貌 我就說 就是你就按照導航走就可以 他說 我不會看那些東西 他說他不會看那個東西 所以他是要我跟他指路 我就說 可是我那個地方 我也第一次去 我不知道 他說 然後 我跟他說 我就是不知道 對耶 就是很像這樣 然後我就有點懵了 我就說 那不然我打Google 然後你按照Google走可以嗎 他說不要 那你下車 然後他是 那我都懷疑那台車是不是他的 他就這樣 那最後你下車了嗎 不是 他就先叫我付錢 他就說我不載你了 他就試試說你給我下車 然後說多少錢 比如說車費一百塊 然後我就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還要付車費 對 我就先給他錢之後 他就這樣子 他就下車 他就開他的主下子座 然後這樣 砰 很大聲地關他的車門 然後把那個行李箱蓋打開 然後把我的兩袋東西這樣 砰 摔在地上 好可憐 然後他就直接就坐進去 坐上去 然後就開走了 這可以 打綠上面其實他會不需要付錢 對不對 除非就他要去的地點 對 除非你要去的地點 是一般計程車司機都找不到的 如果一般計程車司機是可以到達 他本來就有任務 因為這個叫做旅客運送的合約 正常司機就有任務要到達目的地 所以如果說 那可是等一下 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真的都找不到 他就可以叫我們下車 除非要去的地點很特殊 就是一般計程車司機也都找不到 很特殊的地方 怎麼可能會有那種地方 對 如果沒有的話 一般計程車司機也都找得到 像你剛才說我用導航不是就找到了嗎 對啊 對 那這種狀況 我們就認為說是你司機拒載了 拒絕拒承載 那你當然不能收錢啊 你沒有旅行 你原本旅客運送的這個任務啊 我真的我也有遇過這種 而且是大雨喔 對啊 我們帶了四咖行李 還有小孩 然後他找不到啊 他繞了第二圈之後找不到 可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國外 我們手機又沒有那個訊號 沒電了嘛 然後呢 他就給我停在路中間 路中間 我們都快嚇死了 說現在要怎麼辦 他說他反正就這樣 不在 他就不在 他不動 然後他就開門 就是把你的行李放下去 然後我們就說 那現在怎麼辦 然後我老公就說 那就下車啊 我們真的四個人 淋了跟落湯機一樣 就被丟在半路耶 你們有男生他還敢這樣 我是因為我一個女生 所以我不敢怎麼樣 我就只有 因為我那時候確實有跟他講 我說我就是不知道路 我才坐計程車啊 我說我如果知道路 我還需要坐嗎 有些計程車司機真的脾氣很差 所以我們說 我們會希望說 大家就上計程車的時候 還是先跟司機確定好 他知不知道這條路 再讓他行駛 因為現在很多司機真的 你一上就先開 如果你發現他根本就不會的話 就請他馬上下 你不要再等到 過了好幾個路口才 你去前到 我就直接可能 一開始就七十五塊 對 我就直接換 否則你這樣 七十五塊 一肚子氣其實也那個 然後第二個 一百塊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收證的部分 就是現在手機 其實非常的發達 就是你有錄音或錄影 像我們前幾天有個新聞 就是計程車最常遇到的 就是 繞遠路 對 繞遠路也會讓大家狠氣 請一樣請警方來去做協助 警方把Google的地圖 就是叫出來之後 才發現 跟計程車的行車紀錄 因為我們到現場的話 就把行車紀錄器的影片拿下來 的確就是繞路 所以這筆錢的話 而且是繞得很誇張吧 繞了十來分鐘有了喔 那是繞都很難 繞了好幾百塊 這樣子 你看像有時候我們坐飛機 或是坐高鐵 是 我真的很討厭那個 有人坐在我後面有沒有 一直抖腳 然後你的椅背會這樣 一直這樣子 如果有點節奏感還好 是有時候忽快忽慢 讓你知道很難桌 很難桌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